凤山区河新街 一栋透天明宅 在凌晨一点多的时候发生火警 现场是五层楼的建筑物 而起火点疑似 就是在骑楼的汽车跟机车 火警发生当下 男屋主刚好外出工作 得知家里发生火警 立即赶了回家 我们来听听看屋主的说法 你以前没有在家吗 你刚刚出门而已 刚出门 你回来是有看到 有人打电话通知我 好通知 那上面是 太太跟小孩有几个人 两小 两小 其实我看到的时候是 我疑似啦 疑似那台电动 巴斯是那台机车 旁边那台机车 我就觉得是柱子那边 在柱子的后方那边在找火 然后就火石就越来越来 就散去了 就是汽车跟机车的后面 但是火警发生的浓烟 也波及到隔壁邻居两位老夫妻 担心他们吸入浓烟 消防队也将他们预防性送医检查 但是这里也有提供的 我相信 可能是要是